交通部的安心旅游住宿优惠活动 10月31号截止 在累出国的游城发酵之下 这几个月来金门各景点是挤爆人潮 县政府处长也表示 四个月以来在金门的旅游人数 远超过去年半年以上的成绩 观光处处长丁建刚 10月31号受访 感谢交通部大力支持 使金门安心旅游开出亮丽成绩 四个月以来来金门旅游的人数 远超过去年半年以上的成绩 当然安心旅游方案结束之后 金门的观光前景 处长并不担心 他表示接下来县府有推出多项的强挡旅游活动 11月1号在小金门登场的 白色秘境单车海洋艺术季 还有八座地景的艺术装置作品 在列于各处展示 他说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以全岛旅游方式来计划 以列于地方文化为主体 透过地景艺术 单车漫游 国际级的艺术表演等等的多元旅游形态 这次非常谢谢江湾部观光局大力的支持 使得我们的安心旅游开出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在四个月之内就突破了去年 整个半年以上的成绩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那接下来随着我们的安心旅游结束之后 我们金门这边也推出了四项强挡的一个活动 包含了我们的强挡活动 坑挡音乐节也即将登场 那我们一直都有在举办了非常多老兵回乡的老兵召集令 那以及我们的从11月1号开始 所在列于所举办的海洋艺术祭 那还有在我们的洋宅有一个乐高的一个主题活动 那相信呢都可以带给大家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非常有趣的一个旅程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全球的旅游业是遭到重创 台湾疫情从6月缓解以来的国旅大爆发 加上民众无法出国 累出国的风潮风靡 大批的民众飞来金门等等离岛的旅游感受出国 金门大街小巷各景点满满都是人潮 7月中中央交通部又祭出安心旅游住宿优惠活动 所以离岛又加码补助也造成金门旅游的大爆发